这个事情也是很有意思 因为在美国有一种偏见 或者是一种说法 日本的母亲都和儿子怎么样 在美国这是最邪恶的一种骂人话 所以这个很有 这应该算是激了 激情的激了 你就说这个闲者之爱 你知道吗 他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你抢我男人 我睡你儿子 而且你先看看 这个宣传片 徐类就讲 心不患了 看看 你来说这个人 你思想和你 你最爱是 风靖的 这梦比 但是 但是 这件事是很厉害的 但 我 我 一生恋爱 你不需要 精力能保持 没能力 如果能保持 他年轻人的女孩 我会在美国 可以 裏切 我对 你不想和你 麻油 《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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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 《独播剧场——独播剧场——》 《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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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没有女学生 哪个画家没有女学生啊 没有 哈哈哈 不敢是吧 哎你你对这种事怎么看 我觉得这种每个人的这种 内心深处啊 他都有比较特殊的那部分 他有这部分的长出来之后 他就会引发出在各个方面来 你比如说那个 我们知道画家那个巴尔蒂斯 巴尔蒂斯 巴尔蒂斯 他就是有点像洛莉塔 那种类型 就对小女孩的这种情感 在艺术里面是用一种 稍待隐喻的方式来体现出来的 这个在艺术艺术界里面 就是一个巴尔蒂斯 还有他比他长三岁的哥哥 叫克勒索夫斯基 是他的亲哥哥 也好借口 他是一个作家评论家 也画画 也画画 他们兄弟俩画的话 都有一个共同性的一个地方 就是都喜欢画翘腿的女人 翘腿 腿翘的 就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两人都有这种爱好 他童年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东西 对他们是有影响的 他爸爸是一个美术史的 研究美术史的 从小可以看到大家的图像 他妈妈也是据说是跟里尔克也有过恋爱 就是他们整个是一个这个作家和文艺的那个圈子 从小的看东西 所以对他们之间的这种兄弟的成长当中的创作 他有某种暗示 所以当然他克罗索夫斯基就是跟巴尔蒂斯比更加知识分子一点 他有知识分子的一种色情的情色的幻想 这个对比看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 你说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罗莉塔 我还真的就是 你记得那个电影吗 他拍过几版吧 布里克那版最后是 我我看的那一版也有个翘腿的 就是说这个 但是他不是不是仰着翘 他是趴着翘 哎那种镜头的那个感觉 你可以看一下 就当时这是一个 他们你看有的网友就说 就说这个中老年男人 找这个这个小和才露尖尖脚 是一种危机 就是对青春 对年龄 对寿命的这么一种 恐慌 我倒觉得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是吧 你可以看看 哎这种美 那个罗莉塔 心里很隐秘 他的这个女孩子 刚才那个镜头里面动作 反你知道不歇 罗克肯定不歇 他画过一个 就是一个女孩子 趴在沙发上面 那个他画的这个 女人里面最性感的一张画 也是这个 他不仅是正面 他是反过来的 反攻 也是跟他刚才那个 那个一样的 有人说过一句话 我刚刚看到这个这个镜头 这翘着腿这么漂亮 他的表情 而且还在咽口水 想到相对成功 不是自己的危机感 而是一种我要得到的 这种感觉 占有欲 好东西 老东西 不容易找到了 我想要 做的好的 精致的 这种青春的性资源 也是非常稀缺的 就这么一点点时间 一个女孩子 一个女性 就这么几年 那曹老师 最需缺的 你觉得 你觉得这跟那个 复联呢 精神文明提倡的 那个健康的爱情 是什么关系 我觉得没有关系 你觉得不是爱情 我不是男人 我不太知道 我觉得我看见 这么漂亮的姑娘 躺在那儿 我就觉得 这就是一朵最漂亮的花 就这么一会儿 很快就过去了 过了一段 一些年代 过了几年 也就过去了 所以是非常稀缺 而昙花一现 所以我们就要 及时战友吗 哈哈 这个 我就这个电影 在中文翻译叫 《医术梨花压海棠》 这是苏东坡的诗 是取笑 他的老朋友 张仙 张仙80岁 娶了一个18岁的 哎 那我反过来 问问您 咱们这儿 这女士 只有您了 就是说 咱们就讲什么 就是男女平等 反过来 是不是会产生 同样的感 感愧 就比如说 一个中年的女士 看见这么一个少年 美少年 喷泉 哇 小脚牙扣起来 皮肤也是嫩白如玉 女士会产生冲动吗 这个这太难了 我觉得女士分两种 一种女士 我觉得您属于有修养的女士 是吧 一种女士喜欢姐弟恋 一种女士并不喜欢姐弟恋 所以喜欢姐弟恋的一定会感到很冲动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 假如那 罗莉塔是个小男孩 一个中年女士看到这样 她会觉得这个最年轻的生命 也是几年就变成这模样了 问题从性资源来说 这模样她还是资源 可是女孩子就没有资源了 你想吗 您是这么看 对 她作为一种性资源 男的八十岁 她还有这种生殖能力 而女的过了三十五岁四十岁 按到今天也就过去了 就这么一段 所以她作为稀缺资源 而男性的性资源不稀缺 咱们有个好朋友 刘丹 刘大师也是画家 姐给我讲 有一次给我讲一个英语的笑话 她听英语一个什么电台 就是说男的和女的 就是说夸一个 就是说男的和女的有什么不同 对吧 说这个男的呢 你看这个老了 可以像小康纳利 像新康纳利 男的可以有这个风度 说女的呢 说女的老了也像小康纳利 这个咱不能品貌 好像骑士是吧 现在你刚才讲的 问曹老师这个话题 为什么现在大型骑到的是小鲜肉 为什么 我那次跟一个导演就聊 他说所有电视台里面 现在选片子的这些部门的头 全是女的 他愿意选这样的一种 他看着赏缺悦目的那些演员 小鲜肉 所以他说我们这些老的这些老人的这片子 他没办法竞争不过这些小鲜肉的 观众也是啊 观众你这个大量的结婚的和适龄的即将结婚的女性上班族 他们是看剧的主力嘛 所以你做剧的选择的时候肯定要优先选他们喜欢 你说女的我就觉得日本女的真够闷骚的 就是你说的另一个叫骤炎嘛 骤炎 骤炎你解释一下是什么概念 那个片子好 那个片子好 那个片子我是当时第一时间追着看的 他就讲那个骤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白天的面孔 他那个全称好像是我记得叫什么下午三点钟以后的爱情 就讲那个日本 这是日本的社会现象了 已经是家家就是日本已经很严重的社会现象 就是这种年轻的少妇 这个在仙人生活中跟老公之间可能是性冷淡 然后呢不和谐啊或者怎么样 就是婚后生活我没事干 然后呢我又有钱 然后我白天 所以呢他就是白天就出轨了 然后跟谁出轨呢 跟那个各种女高中生 什么男高中生啊 就是年轻的这个男性 这是常见的一种现象 你早其实像骤炎像这种片子 这是一个类型 早多少年前黑木桶演那个东京塔 都是这种 这个少妇跟小鲜肉 这个村上春树也写过这种 这让我觉得啊 这在日本呢 它是一种 你说你就佩服他这个家庭主妇的有条不紊 叫什么白日骤炎期 就是说哎晚上老公回来 他一切都是这种男子女为 回来了 是把你伺候的周周到道的 但是白天送老公出门了 然后下午他就去跟他的情夫 就这个共度一下午 然后呢 老公回来之前他又回来 哎 每天神清气爽 就是他里面有个解释 他解释特别好 就骤炎令明怎么来 他就有一个有一个那个少妇啊 他那个主角 他爱上了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但他又下不了决心 然后另一个已经是这样的 劝他 他说那个说咱们这样的人 当时是因为压力 就门当户对 结婚嘛 结婚哪有爱情啊 说我们婚姻里一点爱情都没有 说只有结婚之后 我们的人生才开始 我们的爱情才开始 是大大方方谈恋爱 就是我们结婚之后 我说我们的爱情是什么时候 下午五点钟以前 就是老公回家之前 是我们真正的那个 就是骤炎嘛 我白天的样子 也是有打卡的上班 但是你说这事 确实我就说你说什么叫畸形 现在好像概念都在逐渐放宽 曹老师 我发现你还是偏传统是不是 也不是我也不是偏传统 也什么都玩是吧 也不是什么都玩 我就想到一个一个一个现象 中国的女女女女观众 喜欢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喜欢一个日本演员叫高仓健 没错 为什么咱们中国就没有高仓健 只有小鲜肉 有人曾经让我对 对对对对对账 对小鲜肉 我说老陈皮 一下让我想到李莫然 因为他那脸像不像老陈皮 橘子皮 对 就是小鲜肉就对老陈皮 咱们今天为什么没有老陈皮了 像这样的演员 还是挺那个 一号的男明星的话 全是这个也有老陈皮挺身而出 陈宝伯 对吧 陈宝伯 对吧 这都是韩语 张韩语 黑皮了 对他都是很硬汉的吧 都是他 但是不确实没有这个小鲜肉那么火 那么好像在年轻妇女 受众群不一样 对是吧 我觉得鸡链也不是说只包括这种情况吧 我觉得他可能很多时候他指的还是一种可能工序良俗跟跟日常工序良俗不太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是很深的一种关系 你知道就刚才这个这个类兄讲的这个文件都想起您可以知道当年的大文物贩子卢秦斋 他的事情我不是记得特别准确的大概意思啊 这个卢秦斋呢 也曾经认为他是祖国的罪人 因为把他很多国宝 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讲 他向世界介绍这个中国文化 也把很多当前中国的国宝卖到西方嘛 这个卢秦斋 你知道卢秦斋在巴黎 他娶了谁呢 有点像这个一束梨花鸭海棠 他是怎么着呢 他跟一个一个就是就成年的一个女女人 这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带着一个女儿 但是呢 卢秦斋本来是跟说是跟这个女的好 但是呢 结婚呢 却是跟他的女儿结的婚 然后为什么什么理由呢 据说呢 是这个女人呢 大概是跟他的前夫有这么一个经济上的关系 比方说 你这女的只要没结婚 可能是不是说这前夫就按月啊按年呢 给这个赡养费 就反正坊间传闻就据说呢 为了这个就说 咱们中国人会算账 就这样的话 咱还要着这个徐类的赡养费 然后呢 我跟你女儿结婚 那么事实上你母女俩呢 不也等于是生活在一起吗 但是到了晚年 我看卢秦斋这个合影我不知道这个图片说明是不是写错了 我就有点怪异了 因为说他娶了女儿实际上是为了跟他妈有有感情嘛 可是最后他跟他女儿也生了孩子 这是够够复杂的 嗯 你 够复杂的 哎咱咱咱咱今天曹老师也 你 你有什么什么评论 就是命好嘛 哈哈哈 他叫命好 我想到日本有一个电影 80年代的电影 在日本看的 一个老头很老了 而且参加过到过满在在满洲 满洲在满洲当过兵回国了 回到日本了 然后有一天看到他孙子给一个女孩写的信 还没记 他告诉孙子我去给你记 然后偷偷的看了 就记下了这个地址和电话 后来他就以孙子的名义去约这个女孩 女孩也就愿意见了 见了这个孙子当然不知道了 这女孩下课了以后 老爷子就去见了 女孩就很惊讶了 头很脸也红很紧张 说孙子今天身体不好 让我来跟你道歉 女孩觉得道歉你打个电话就好 何必让爷爷跑一趟 后来这件事情就给家里人知道了 好像老爷爷好像是最后选择了自杀还是什么很激烈 这就应该算是激烈了吧 都是激烈的感情 你觉得激烈肯定都很激烈 激烈肯定都很激烈 那当然了你不激烈怎么可能 因为他本身决定开始的时候就要就已经要付出违背公序良俗的代价了 所以往往这都是真爱 就是欺不由窃窃不由偷偷不由偷不着是吧 往往越是违反公序良俗的 这玩意就觉得越嗨 那倒不是 就是如果我做这个事情我就要付出代价 剃刀边缘的代价 剃刀边缘的代价 你像刚刚我们看的Lolita Nobkow 就说过在他里面 你就是我的欲望 你就是我的犯罪 你就是我内心的火焰 这本书你看英文原文 他虽然是俄国人 但是他的英文应该是在英文小说当中最佳的 写得真好 您还给我们带来一个俄国画家的画 是不是 这个徐类也可以看看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请徐类评评 这张画就叫不相称的婚姻 刚才讲到80岁娶18岁了 是这种的 你为什么给我们带来这个画想讲什么 因为就是说到这个激烈 我想那激烈那只能在画当中 这张算是最有戏剧性的 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 一张很老的人取了一个 就是正在举行婚礼这么一个刹那 包括这个神父也是很老 周围他所有的人 这个女孩子将怎么在这样一群老人当中生存 他的丈夫的身边全是老人 一切都是老的 就像我儿子到南加州有一个老人 就是看他们的姑姑的时候说过一句 这儿送披萨的外卖小哥都是老人 送外卖的都是老人 就是这个是实际是很强烈的一种代工 当时画家画这个画的意思是批评 批判 当然是这是批判现实主义 19世纪 这女孩子可能家里应该是比较穷 就像过去解放前的时候 有很多这个佣人啊 到你到你夫人家里就干活 老爷家干活 因为他如果离开这份工作 他就没饭吃了 所以他怎么着都要在他家里进行业业的就干 忍气吞声都可以 像这个女孩子可能是家家家庭是很贫穷的 这背后可能故事就很多了 非常多可能家里欠账了 我就知道美国一位一位年轻很漂亮的女的 在18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个当时已经40多岁了 很不情愿 原因呢是她的母亲欠了人家50美金 当时的50美金大概等于现在50万吧 差不多 是三二十年代的时候 这可能是20年代初 妈妈就强迫她 你嫁给她吧 我借了钱没法还了 你嫁给她 人气吞声嫁了 生了个孩子 非常非常不高兴 非常难过 那真是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难过了就不是恋了 对啊 然后呢她就离开了 她就恋了 她就恋了别人了 所以我刚才想 你比如说要是到今天的社会 假如这幅画 咱们给杨振宁教授看 他会说 过去和现在根本的不同是 新娘是自愿的 新娘是情愿的 这个你所以 你也应该从另一个方面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说难道小女孩爱上老男人就一定不是真爱吗 杨家的故事我弄不清楚 后来好像有人在网上说那个她的夫人叫什么名字 翁帆 翁帆的父亲娶了杨振宁的什么人是真的假的 不知道 我也好像不是真的 我不敢说是真的 我觉得不可思议 这一天的艺术圈 似乎在某一个圈里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发生 而且我们说起来我们觉得那叫风流运势 风流 似乎我们都可以予以认同 但是你发现没有 现在就怕的就是社交媒体 他一跨界 过去在某个小圈子里 所有人都觉得很正常的事情 一下你比如说你给胡同大妈评评理 那马上你就变成乱伦了 那你说畸形是哪个畸形呢 谁畸形呢 其实你说的也对 就是刚刚你引讲我们的 没有一个人是正常人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被公认的 或者是法定的是正常人 没有一个正常的概念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方式 昨天我那个看到有一个介绍 就是有一个电影 那个电影 那个电影讲了五个不同的 关于怪异的那种 怪异的性爱 怪异的性爱 他其中有就是五段不同的人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人的故事叫练酷痞 酷 酷啊 酷 练酷痞 这个男主人 这个父亲死了 他就很难过哭 这是他的老婆看了之后觉得 这个欲望就上来了 哭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刺激 然后不断的要他做这种哭的事情 把家里贴满了这个父亲的照片 就引诱他哭 然后编个总算的故事 就是我的狗没了 然后我得癌症了 就是为了让他哭 哭的时候他才能得到他的高潮 这个很畸形的那种 最后这个男主人说我已经脱水了 我就没办法 他已经吃不消了 就这种他讲的五种不同的类型的 还有电话视频的癖好 还有一个女人是 那个从强奸当中得到快感 丈夫要给他安排强奸 被强奸 被强奸嘛 然后就是安排流浪汉 就是各种各样的怪癖的这种事情 哎呦 这个丈夫怎么做得出来 电影吧 电影 我记得多年 谢时钟也有类似的东西 你家附近有什么 不是不是 这临床上应该都有 这个 但我觉得 我觉得爱情就是爱情啊 这个 无论我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人 这个我觉得爱情就是爱情 怎么着是真爱就可以 元代的杨伟珍 他爱上了家里的一个四女 很喜欢 他也有点玩 开玩笑的 就把四女的那个小鞋子脱下来 倒上酒 把酒杯放到鞋子里 拿着鞋喝酒 哎呦 玩小脚的 把那个 把那个泥栈 恶心的 呼袖而去 泥栈是有结癖 一个是有练 练组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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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女 一个是结癖 两个人冲突了 会比较 又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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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有一件事